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注意看啊 我慢一点 下旬发球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这种球呢 它就不是很转 它是劈过来的下旋 靠近哪里啊 填区的上半部分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对填区有一定了解以后 你可以更好的什么 去判断球的旋转 起码你一看 哦 这个球一般就是不转的 它比较靠近填区的上半部分 就一般不转的话 填区上半部分 一般下旋比较充分的 可能发过来就在填区的下半部分 好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填区的问题 我刚说了 不管什么结构 任何一个底板的结构都是有填区的 任何一个底板结构都是有填区的 就算你是在厕所里面 厕所旁边去捡个木头回来 把它削成个板 它也有填区 没有一个板说完全没填区的 这是个物理现象 对吧 不可能说这个板一个填区都没有 每个地方都弹 不可能 或这个板填区非常大 全是填区 也不可能 所以我们选填 选板的时候 就是看填区的位置合不合理 比如说有的板填区可能不是很在中间 它有点偏移 那这种板可能就不太好 一般在正中间的时候是比较好的 好 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解答 如果您也有乒乓球方面的技术问题 请打开微信 扫描右侧二维码 关注乒乓网进行提问 还是多小时的视频 关注买到之前代表